1930年 严锡山等人组建反响联盟 矛头直直蒋介石 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以严锡山为中心 集合成为一个反响的一个大师 同为国民党大员 他们为何拔刀相向 每个人都战争裁兵 可是接下来要怎么裁 要裁谁的兵 这个就有了 屹立38年不倒的山西王严锡山 在国民党败退之际 为何出任位置贤赫的行政院长 做了行政院长之后 他对他所处的形势非常清楚 他说了八个字 束手无策坐以待地 晚年的严锡山 在跟随响职石撤退台湾之后 又有一段怎样的人生经历 蒋介石 严锡山之间 大半辈子的相互缠斗 其中究竟有怎样的错综往事 敬请关注天涯共词时 蒋介石与严锡山的半生恩怨 大家现在看到大屏幕上的这列火车呢 被称之为龙车 它曾经是慈禧太后的专列 1930年11月30号 这列豪华的火车停靠在丰台火车站 准备由此出发去迎接山西王严锡山 但是就在这列火车上 隐隐约约的有不少便衣特务在晃来晃去 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途中来暗杀严锡山 而指使他们这么做的人正是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刺杀严锡山 结果又如何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呢 今天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同来回顾这段历史 有请二位 你好 请坐 1930年4月中原大战拉开序幕 这是北伐统一中国后 国民党内最大的内战 估计全国二十多个省 作战的一方是联合了冯玉祥等人的阎锡山 另一方则是蒋介石 双方兵戎相向 由于交战地区集中在河南等地 因此被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初期 阎锡山这一方已经取得部分胜利 但打了五个多月之后 张学良突然倒向蒋介石 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 导致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军先胜后败 中原大战之后 阎锡山的禁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 分别被蒋介石和张学良改编 蒋介石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1930年11月 战败后的阎锡山暗然神商宣布辞职 并以照顾生命的父亲为由 回到了山西五台县河边村老家 躲避风头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营熬在他心头 作为战胜一方的蒋介石 会轻易地放过他吗 中原大战之后 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军打败了 反蒋联军失败之后 阎锡山宣布下野 然后蒋介石要求他 不能在山西待 为什么不能在山西待呢 因为山西这块地方 其实是阎锡山一手经营起来的 这块地盘是原来是阎锡山掌控的 蒋介石就认为 如果能把阎锡山除掉的话 这块地方就更好控制 为了不给阎锡山喘息的机会 蒋介石一面继续派飞机轰炸太原 一面坚决不允许阎锡山滞留山西 坚持国公不出洋 无以谈善后的条件 逼迫阎锡山出走异国 让阎锡山离开山西只是第一步 蒋介石还给其他省份的军警 密下首遇 要求各省部军 缉拿严密 就地正法 以绝后患 面对不依不饶的蒋介石 阎锡山经过反复盘算 不得不表示 将于12月1日经时押装前往天津 然后出国 看到阎锡山的这份日程之后 蒋介石安排的暗杀行动秘密展开 阎锡山宣布他12月1号要离开太原的时候 蒋介石和张雪良这边就做了准备了 蒋介石受益张雪良要在路上要拦截阎锡山 同时下了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给陆军下的 命令就是叫查获之后 割杀勿论 第二道命令是下给县兵的 说要查获之后 雅姐归部 意思就是要压到张雪良那儿去 第三道命令是给铁路警察下的 叫沿途严加保护 其实这个严加保护是 应该是理解为是带引号的 就是不能在路上让阎锡山漏掉 危险已经悄然向阎锡山降临 1930年11月29日清晨6点钟 阎锡山一身山西客商打扮 趁务朦胧乘坐小汽车从河边村出发 朝大同方向驶去 同车的只有他的几名亲戚 第二天小心紧镇的阎锡山一行 抵达北平附近的丰台车站 然而就在等候转车之时 以列装饰精美的龙车西行开去 这趟特别的列车 原来正是前往石家庄 接严总司令出国的专列 严锡山明明已经到了丰台 本来是接他的专列 为何此时才刚刚发出 这其中又是怎么回事 严锡山这个人呢 他是属于一个处处设防的人 他不是那么轻易迈出每一步的 那么鉴于他下野之后 这个蒋介石步步紧逼 让他离开山西这样的这种形势下 那么他是要留一手的 实际上是使了一个出其不意 这个深冬积析这样一个手段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严锡山是宣布他 12月1号要离开山西 事实上他是提前出发了 到了大同之后 他就乘了平随线的列车 到了列车上 他也没有把他的身份亮出来 他也没有坐 不等坐还是等坐 他是坐的拖炉房 而且他是化妆的 然后从大同一直到分台 在分台转车 他们在站台上发现了 就是这辆龙车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辆龙车 去接燕西山 这个是谁坐的安排 这个龙车是张雪良安排的 11月30号他停在分台 12月1号要去施家庄迎接燕西山 为什么要在施家庄迎接 而不到太原迎接呢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从施家庄到太原 是20世纪初修的 就是进了法国的窄轨铁路 张雪良安排 就是燕西山坐的窄轨铁路的小机车 去了施家庄 然后他用龙车接上燕西山 实际上就燕西山 就到了张雪良的这个控制的范围之内了 然后张雪良安排 从11月30号开始 就是沿途军警严查 但事实上是 在他下这个命令的时 同时 严习前已经顺利地到了天津 住在了日租界的西来饭店 他才正式向外宣布 我已经到天津了 准备出洋 而且同时也挂出了筹备出洋办事处的牌子 小心精明的燕西山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 但却不得不离开山西 让他被迫离开山西的人 正是比自己年龄还小四岁的蒋介石 说到与国民党的渊源 燕西山比蒋介石资历还要老 早在1905年10月 燕西山就加入了同盟会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 年仅28岁的燕西山就开始担任山西都督 掌管一省军务 从都督、都军到兼省长 燕西山在山西经营长达二十年 期间虽也曾屡遭险情 但从未离开山西 中原打战的失败 让他不得不离开长期精心精明的独立王国 此前从不容许外省势力进入了山西 此时已经没有办法拒绝其他军队的开进 在燕西山心里 一股排行不掉的沉重感浮上心头 燕西山是1883年生的 蒋介石是1887年生的 长蒋介石四岁 燕西山去日本的时候也比蒋介石早 他是04年去了日本 然后他上了政务学校 他06年政务学校毕业转入士官学 蒋介石是08年去了日本 在燕西山已经世官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 蒋介石才去了日本 但是虽然有前后之别 但是他们的经历 这段经历是相同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不同点在于 蒋介石回来之后 他是所谓的失礼洋场 来过 那么他和江浙财团 建立了联系 燕西山他从日本回来之后 他一会在山西 他的目标就是我要把山西这块地方经营好 燕西山跟蒋介石严格来讲 他们两个在早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交汇点 原因是因为一个是在北方 燕西山出道的很早 那个1911年辛亥革命 山西光复啊 就是燕西山军手工 就担任了山西都督 可是那个时候呢 蒋介石还在上海担任护军的一个团长 其实有相当的一段距离 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变化 蒋介石的实力迅速崛起 开始与燕西山联络 1926年7月9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在广州举行适施北伐典礼 面对群雄割据的北洋军阀 蒋介石极力争取燕西山 并派人前往太原游说燕西山 希望出兵退和 燕西山见北伐有机可投 但是由于形势不明朗 燕西山一直观望不动 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 蒋介石再次派代表到太原 请燕西山派人到武汉 商讨参加北伐事宜 这时的燕西山眼见北伐军 已下武汉指日可达山西 才下决心与蒋介石接触 于是派人到南昌 与蒋介石会面 蒋介石尊称燕西山是老前辈 盼他能早日举世 燕西山了解详情后 同意将禁随军编入国民革命军 然而又说此事不宜太极 这显然是燕西山对蒋介石留了一手 但蒋介石满意了 他在南昌通过密电 默许燕西山可以隐而不发 暂时保存实力 等到北伐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出兵 蒋介石的默契更适合 燕西山的胃口 因此从北伐开始到1927年初的时间里 燕西山得以在各方派驻代表中游刃有余 其实蒋介石和燕西山 他们最初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就是北伐初期的时候 当时燕西山的代表去武汉 见了蒋介石 然后蒋介石有一份密电 他说以山西的地理而言 是北方革命的基地 但是处于军阀的包围之中 所以山西不宜过早表露自己的态度 从这个电报来看 他们俩当时是达到默契的 整体来讲的话 蒋介石的格局基本上比较大 蒋介石是放眼全国 放眼中国 燕西山是以山西的利益为最大的利益 只要对山西有利的 他就去做 只要对山西不利的 他就不做 所以他的格局 就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子大 1928年2月 二次北伐前夕 蒋介石 冯玉祥 燕西山并排而坐 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 正中间一身戎装的蒋介石 衣服鼻挺而讲究 左边的冯玉祥衣着随意 粗布剪装 称出满脸的憨厚与朴实 右边的燕西山与蒋介石一样 也是一身戎装 但看上去持重而老道 他们在开封有次见面 当时是谈得很好 就是为了下一步的北伐 怎么样继续进行 有一张他们三个人的合影照 最后他们三个人发生了问题 是北伐完成之后 其实是可以同甘苦共患难 但是如果说一旦胜利了之后 就涉及到一个利益分配问题 1928年2月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 以继续北伐 统一全国为目标 将蒋冯延贵四大主力部队 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 其中第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 专攻北洋军阀残部 而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 主攻凤军主力 从蒋介石的作战部署不难看出 其意在于让迪系避开凤军境率 而让严锡山和冯玉祥两军 担负消耗极大的作战任务 1928年4月 各路北伐军发起全线总攻 冯玉祥命名部下猛冲猛打 想通过出力北伐 从矿军手中 攫取到京津和直立的地盘 可没想到的是 北伐胜利前夕 蒋介石背着冯玉祥 于5月30日 在石家庄与严锡山会面 商讨战后北方地区善后处理问题 并且达成秘密协议 将京津和直立的军政大权 给了严锡山 这一做法让冯玉祥极其不快 蒋介石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离间严锡山与冯玉祥的关系 防止他们联盟 真正让这三个人的关系 发生变化 那么是在1928年的6月 也就是北伐军要进北京 这个时候呢 三个人关系就出现了变化 所以冯玉祥就想着说 这个和平接收北京这个工作 一定是由他来做 可就没想到 蒋介石就决定呢 让严锡山的部队呢 先进北京 因为严锡山先进入北京 天津也是严锡山战了 那么最后华北五省 当时华北五省市 包括天津 北京 河北 查汉尔 还有隋远 这五个省市的市长 只有一个席位 不是属于山西的 这样呢 冯玉祥心里头就很不满 都是一起卖命 打下来的地盘 完了最后把这个最附属的 他当时最想得到的地方 给了严锡山 蒋介石与严锡山 北伐时期的种种默契 很快随着北伐的胜利 开始发生悄然转变 北伐完成之后 蒋介石为了独揽大选 便开始着手裁军计划 但一直遭到各个军阀的反对 没能成功 直到1929年元旦 边前会议在南京召开 蒋介石的裁军计划 才进入议事日程 会议上正式撤销了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各集团军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部 而且要求各部队 只能在原地驻扎 此时冯玉祥 严锡山和各集团军首领人物 深深感到蒋介石 对他们自身的威胁 1929年1月26日 边前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 无果而终 在生死厉害的冲突面前 国民党各军事集团间 分化组合 从而形成了一股 强劲的反蒋潮流 在边前会议结束之后 因为这个裁军的这个问题 就导致了各个派系 对于这个中央 对于南京方面的一个不满 所造成各个军系之间的 一个嫌隙 边前会议之后 大家都意识到 中央蒋介石一直在 在强调统一 统一的意思是什么 统一的意思就是要 消山头 要全力集中 对要全力集中 然后蒋介石之外的 这四个集团军 还有一些达牌军 他们就在私底下联系 最后的结果就是 结成了反蒋统一战线 蒋介石因财兵问题 为达成实质性进展 转而不惜动用武力 对原来拥惑他上台的 冯玉祥 严西山等地方实力派 拉一派 打一派 实行各个击破 蒋介石认为 严西山和冯玉祥的实力最强 所以先拉他们 打其他地方派 一时间各派之间 为了扩出实力 开始了一场互相串联 互相攻击的举动 战争的导火索 一触击发 为了达到 共同对付蒋介石的目的 明知 演讲正在勾结之中 冯玉祥还是于 1929年6月21日的陈七十 携随缘20多人 由封灵渡渡河入境 准备用自己的一番诚意 与严西山商谈 联合反蒋事宜 冯玉祥到山西 牵动了全国各地反蒋派的神迹 在蒋介石破颜驱逢的同时 上海反蒋团体 西南反蒋实力派 也都纷纷派代表到太原活动 力图促成 严峰联手反蒋 严西山 以下地成为反蒋阵营的核心人物 严西山到了1930年的2月 大概就给蒋介石通电 就是说要共习指尖 礼让卫国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 现在都下野 就礼让卫国 过去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 就不要再谈了 南京方面就知道 这是严西山耍滑头 然后这严西山计划 于是双方就展开了一个 长达两个多月的电报站 你来我往这个电报站 很热闹的 这个民国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电报站 那一直到4月这个时候 就整个明朗了 就是所有的反对蒋介石 反对南京方面的力量 不只是军事的 还包括了政治上的 就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改主派 西山会议派 这些全部都集合起来 就是以严西山为中心 集合成为一个 就刚刚洛教授讲的 一个反蒋的一个 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 那之后就发动了一个战争 这个战争就是所谓的 中原大战 这个是民国史上 最大的一次内战 这个战场可以说是 几乎整个的全国 都懂得在里面了 严西山与蒋介石之间 历时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 以双方的彻底决裂而画上的句号 剩下的就只有武力解决了 一场国民党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内部战争 终于因为各个集团之间 利益之争的不可调和 开始如箭再现 1930年4月 反蒋联军以护党救国的名义 发起战争 严西山等军阀的70万大军 和蒋介石的大军 展开了拉锯战 对质在金浦铁路沿线等地 胜负难分 严西山当人不让 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为什么这个反蒋的这些 几股势力在反蒋 要拥护严西山出来做首领呢 严西山有一个先决条件 是他的资格最老 严西山是辛亥革命 太元光复之后的第一任都督 他掌控山西38年 这是全国觉悟仅有的一个 袁世凯当权的时候 十八行省的都督 全部换了就没换他 他的资格是最老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严西山有地盘 冯玉祥势力是比较强 但是冯玉祥号称是西北军 他在西北也没有一块固定的土盘 其实他的根基是很不牢靠的 那么战争的初期呢 其实状况呢 对严冯来讲呢 他基本上是有利的 有利的 那么因为冯玉祥的作战 冯玉祥的部队其实他作战能力是蛮强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看起来呢 这个严冯呢 似乎呢 还有一些 可为 但是没有多久呢 就整个的情势就逆转了 就在战争开打的同时 远在关外的东北 却有一个人引起了蒋介石和阎西山的共同关注 他就是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对蒋介石和阎西山来说 好比是打破平衡的砝码 于是在打仗的同时 一场争取张学良的较量 也开始登上舞台 据传说是当时 蒋介石派的代表去东北 做张 张学良的工作 武铁城 说武铁城去东北的时候 跟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 录下口供 宋子文说 意思就是你该花什么钱你就花 那么武铁城去了东北是很大方的 据说是武铁城善于打麻将 就把东北军的这些将领 成天弄在这儿 就是打麻将 然后吃喝拉拢 地下的人已经就都收买了 然后他又出了一个招 就是怎么了 买沈阳兵工厂的武器 说是当时 武铁城向张学良定了 五万只三八步枪 三八是步枪 当时说那个步枪 如果是进口日本的 二十五块钱一只 但是他是拿两倍的价钱 和张学良买的 沈阳兵山上没钱 说是只给了他的代表 一千五百块钱 旅差费 自然张学良就 就牵挟了 擅长政治操作的蒋介石 为防战局反复 武器漫天开架 以促张学良入关 除了以允诺的一系列 任命名单位 还增加了青岛市长 北平市长 天津市长 外交部次长 平隋平汉等铁路局长 平津中央直属各机关负责人 均由东北方面保健 并许以北方诸市 托汉清全权处理 诱惑力之大 不言而喻 蒋介石在军费开支 浩凡的情况下 舍得这样花钱 就是因为看到了张学良 具有决定战争胜负的能量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事 严锡山只对张学良本人 须以陆海空军副司令 和国民政府委员两个职务 很少提及他人的任命 更没有明确给张学良的地盘 1930年9月18日 张学良通电宣布反对内战 支持蒋介石 并在两天后 率领东北军进入山海关 在严峰联军背后发起进攻 中原打战胜利的天平 很快倒向蒋介石一边 严锡山不得不宣布下野 并被迫离开山西逃亡天津 从大同到了天津 到了天津之后 成立出洋办事说 大连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所以他到了大连去 他跟日本人的关系不错 另外一方面到大连 他还可以遥控山西 山西这个时候 虽然他下野了 他把军队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 军队就交给他两个最得力的助手 张学良的军队进来之后 所以整个的华北 全部都交给张学良出来 所以进军 就是严锡山这个部队 其实也归张学良来改编 但张学良基本上来讲 他除了东北军外 他并没有派去动西北军 就是冯玉祥的部队 跟严锡山的这个部队 完全都是奉严锡山之命而行事 就是严锡山等于在遥控 这样子的情况反而更加强了 严锡山对于三西的攻击 严锡山在大连遥控山西 人虽然离开了 这个当然就是后来 严锡山能够重新回到三西 重新再起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在大连遥控山西的严锡山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 严锡山自从到了大连之后 一切都相安无事 蒋介石听之认之 不再催逼 不知是蒋介石原本强硬的态度 旨在于挽回一点面子 或许是因为大连离山西较远 又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无法施展他的手段 还是动了侧隐之心 总之这种平静对严锡山来说 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在大连折居期间 严锡山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 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 伺机而动 随着国内与国际的政治局势的转变 当他得惜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 严锡山担心离开山西太久 军队离心 老巢亲父 觉得自己付出的好时机来了 决定返回山西 1931年8月5日 严锡山包租了一架日本小型飞机 由大连飞抵山西大同 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 与八个月前离开时的情形完全一样 严锡山返回山西 也完全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在1931年的8月这个时候呢 就请回山西 回到山西就住在 就回到又回到了河边村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中央知道了 张学良知道了 就要他呢 要离开山西 父亲生命要照顾父亲 所以这个时候要回来 因为严锡山在大连期间 他做了许多思考 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就是 很代表他当时的那种感觉 他说 错是人生自身的一个弱点 也是事业的一个弱点 欲去弱点 必须纠错 然后还有一句话叫 不欲再做缝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不会再 再做这些犯上的事情了 然后以后回来之后 就是要通过反思 调整自己怎么样子 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关键就是那个九一八事变 其实是一个关键点 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说 对就是民族毛洞 上升为主要毛洞了 那么蒋介石的好多 这个以前的政争什么的 他就是个人恩怨 先放一点 都放下了 所有的因为政治 政治问题通缉过的这些 全部都取消了 全部都取消了 然后好多人都官复原职了 在这种背景下 严锡山付出了 太原随进公署主任 总领建随军务 就是这样一个职位 成为太原随进公署主任的 严锡山 这下子名正言顺 坐稳了山西王的位置 之后 鉴于中原大战的深刻教训 以及强林入侵的民族危机 严锡山主意已定 不再参与国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 与此同时 严锡山还向蒋介石南京政府 做出不扩充武力 专心于经济建设的承诺 在建设救国 造产救国 自强救国的口号下 再一次把注意力 放在山西的省政建设上 1934年11月 严锡山副职上任一年半后 蒋介石借口与严锡山共商博士 携夫人宋美玲到太原访问 蒋介石和宋美玲呢 是到了这个太原 那一次去太原 对于严锡山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企图呢 那次去太原 基本上就是蒋介石 整个的对华北这个地方的 一个事务的 一个巡视的一个部分 当然对严锡山来讲 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蒋介石到了太原 就去看严锡山的父亲 因为严锡山父亲的 这个时候病得很重了 那么在回来的这个途中呢 严锡山向蒋介石呢 做了一些他个人的一些 对于当时时局的观察 的一个陈述 那蒋介石日记上 原然把严锡山的这些陈述呢 记下来了 我觉得呢 基本上他还是认为 严锡山这些陈述呢 是有一些道理的 他里面最重要的 他就认为 现在我们不可以跟日本应拼 因为我们的实力不如日本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呢 跟日本方面呢 要采取一种呢 比较和缓的一个政策 所以蒋介石说 这个严锡山大概采取 是皇老之治吧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也认为呢 中央跟地方之间呢 必须呢 要多多联系 要合作 我觉得蒋介石在这些方面 大概基本上呢 是听进去了 那么这样子一来 也加深了他们两个人呢 他们两个更进一步 所以到华北来巡视的时候 去看阎锡山 然后阎锡山稳定了 稳住了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个问题就不大了 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 视察了山西之后 放心地回到南京 此后 阎锡山在揣摩与猜测中 和蒋介石相处 直到1946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 蒋介石发动内战 妄图消灭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实行独裁统治 这时阎锡山立刻紧跟军事上 占优势的蒋介石 积极参加内战 但是这次他的算盘打错了 1948年解放战争的战火 很快就烧到了山西 阎锡山损兵折将十多万 一下丢掉了近中地区 十四座城市 太原成了一座孤岛 与外界联系的地面交通全被切断 唯一剩下的只有空中一条通道 为了寻求蒋介石的进一步支持 1949年2月14日 延西山乘专机飞离太原 那个时候太原已经被警方兵包围了 但是空中还是可以走的 他是飞出去见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就让他留下来 意思是说你留下来要主持 他对李中仁不信任 延西山说我在地方待久了 我上来不适应 我不能坐 后来他还是回了太原 见过蒋介石后 1949年2月20日 延西山匆匆乘专机非凡太原 当时太原的正式机场都被摧毁 延西山的专机不得不在 弘沟临时机场降落 机场上解放军以密集的炮火迎接了他 甚至有的炮弹直接在飞机附近爆炸 场面十分危险 此时太原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 虽然部下不断有人走上 起义投诚之路 但延西山一再拒绝和平 此时他已陷入四面楚歌 众叛亲离的境地 1949年3月28日 太原解放指日可待的关头 延西山表面仍然镇定如常 心中却不免惶惶 这天他突然接到代总统李宗仁电报 说有大事伤绝 请延西山速去 如需飞机回电告知 接到李宗仁电报后 延西山简短回复 草草做了一些安排后 便于第二天午后 呈专机飞离太原 李宗仁打电报 打出来 李宗仁打电报 当时因为蒋介石 在1949年的1月下野 下野之后 是李宗仁来代理总统 李宗仁实际上对局势 其实很难掌握 所以李宗仁这个时候 其实非常的希望 能够有一个具有分量的人 能够作为他跟蒋之间的一个传话人 那么李宗仁就认定了 延西山有这样子一个能力 可以作为他跟蒋介石之间的一个传话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要延西山 你不要再回太原去了 你就留在南京好了 外界认为延西山是借机逃跑了 其实种种迹象证明 他原来是准备回去的 但是他回来去南京 见了李宗仁 商量一些事情 完了之后 空中已经被封锁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就待不住 从南京到上海 每天听广播 在关注太原的情况 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 延西山他就一直作为李宗仁跟蒋介石 这个中间的一个传话者 或者中间的一个协调者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在解放太原这个时候 延西山不在太原 后来延西山为了这个事情留了一段录音 我这一回没有感染 回到彻委 通我的官务干部 也全球成员 混同一种 混同一种 我很难 我现在也很不难 现在我今天选到这里 选上还回来难受 但我在以前 一定以后不会忘了你 随着太原解放 离开山西的延西山 再也不曾回到故乡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而此时 蒋介石和代总统李宗仁 因意见不合 僵持不下 延西山就成了两人之间的调解人 出任行政院院长 1949年12月9日 延西山带领了他的政府 从成都搭飞机逃往台湾 为什么他能够带上这个角色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从北伐完成之后 就是蒋逢眼里四个人 可是这个时候 冯玉祥已经过世了 冯玉祥因为他到欧洲去回来之后 经过黑海那个船 吃火 烧死 所以只剩下蒋盐理三个人 所以既然蒋盐理这两个人 一个是下野了 另外一个呢是代总统 那么在这里面呢 能够跟他们两个平行的 他就只有盐 所以盐有这个分量 对在这种情况下 他做了行政院长了 做了行政院长之后 他对他所处的形式 非常清楚 他说了八个字 束手无策 坐以待毙 这是他自己对他当时 一个处境的一个认识 所以当到了台湾之后 就是1949年12月9号 行政院在台北召开 第一次院会 到台湾之后 第一次院会 之后没有多久 那么盐锡山呢 这个时候呢 就提出了辞城 就辞行政院院长 那么最后在台湾度过的 这段岁月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他其实最后在台湾的这段期间呢 基本上蒋介石对他呢 非常的尊重 就是说 盐锡山当然行政院院长 把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 签到台湾去 这件事情呢 其实蒋介石呢 是放在心上的 所以在1954年呢 这个国民大会第二次 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呢 那么蒋介石在这个会议上面呢 特别的讲到 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台湾 这个必须要感谢呢 这个前行政院院院长 严院长的这个功劳 如果没有他 我们政府呢 今天不会到台湾来 所以蒋介石对盐锡山 一直是非常的尊 但是尊呢 并不是轻 这个 就是非常尊重 那么逢年过节 或者他的生日 都会去台湾 盐锡山有没有想到说 他自己会中老 我想这个是盐锡山没有想到的 因为当初到台湾去的这些人呢 那么基本上呢 大概都没有想到呢 在那边时间呢 会那么长 或者最后呢 会在那边过世 那我们从盐锡山 当时盖了一个窑洞来看的话 其实呢 他对三星呢 是非常反应的 1950年3月1日 蒋介石宣布 复刑逝世事 并任命陈城 接任行政院长 卸下院长职务的盐锡山 带着40多名部署 搬到荒芜的阳明山上 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1960年5月23日 盐锡山病逝 中年77岁 曾经有一种说法提到 卸任后 盐锡山曾一度想移居美国 日本 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在台湾的十年岁月 他不再过问世事 专心写作 心中始终想念的 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山西